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面对矿洞安全 种植技术等一系列难题 赵敬华如何带领当地村民做大矿洞香菇产业 九河谷奋提日明 收看本期节目 它在外面的温度要低一点 一面的温度要高一点 一面达到16度 所以一面要长得好一点 你看这个菇啦 它很标准的 很标准 你看这一头 这一头因为这个温度好 它蒸的菌汁也特别多 两只行 所以这一头温度 一温度一旦打到了过后 它蒸起来真的漂亮 赵敬华是来自同仁市碧江区的 一位香菇种植大户 和一般在大棚里种植香菇不同的是 赵敬华把香菇种在了云场平镇一带 山区废弃的矿洞之中 洞穴培养香菇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恒温恒湿 矿洞的温度它是48到23度 它的湿度是55到65 这个区间 它唯一的区间就是光照 光照我们可以人为 给它补这个光照 那么在里面它特别适合生长 2022年初 赵敬华对当地废弃的矿洞 进行了改造 在里面搭了香菇架子 拉了电线照明 并专门请当地的食用菌专家 针对矿洞环境定制了香菇菌棒 5月底 第一批矿洞香菇进入采收期 第一批矿洞香菇 不论是产量还是品质 都让赵敬华感到十分惊喜 那么我们今年放了7万磅 第一次除菇 除菇呢这个效果相当好 有的磅一磅除了就是有一斤 还有些除了七八两 第一次种植的成功 也让赵敬华有了扩大种植的想法 借助这次采收的时机 赵敬华特意邀请路纳村的村书记 杨光青来考察他的矿洞香菇 因为今后我们要大力的发展 要扰背心的 它要来种 那么我们就要 首先要让他们晓得 这个菇能够出好多 第一叉菇 第二叉菇 能够出好多 最好买不是像这种最好买 这种菇全部要买六块 我们现在匹发 我们这里都是匹发家 所有的这种菇 而且我现在都知道抽了 昨天和他们谈了 他现在要求我们来 每天能够达到一千斤 太平了 每年5到8月 气温达到30度以上后 同仁及周边地区大棚里的香菇 基本不能生长 此时矿洞香菇的上市 正好可以填补市场对香菇的需求 现在就是一级菇配到6元 二级菇就是4块到4块5 那么我们现在的量还是达不到 就是希望下一步 能够把这个量给它亏大 那么据我们初不了解统计了一下 大概有200多个 将近300个洞子 那么现在洞子 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 下一步我们准备 就是开30个洞子左右 对赵敬华而言 想靠自己开发30个矿洞 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依靠村集体的力量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才能把矿洞香菇的规模做大 在我们村子呢 大约有三四个洞可以用 公里数呢 大概也就是可能有100 200公里 摆个几百万磅 那是没问题的 按照初步计算 1.5到2元的 这种一磅的利润来算的话 那么几百万磅 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碧江区云厂平镇 是原同仁拱矿开采的 主矿区之一 曾为国家经济建设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 拱矿开采停止 当地的矿洞便彻底闲置了 赵庆华从小在矿区生活 对矿区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 这是我们同工矿 最早的办公地点 也就是同工的重部 这个砂钩 就是掏一些矿石用的 手锤 这个是掏朱砂用的 它这个手拿起来过后掏 这些都是一些生活用具 我是83年工作的 一直在监狱 监狱工作过后呢 我到2014年 满30年 那么可以自己申请 主持配准退休 2014年退休之后 赵庆华并没有选择 清闲的退休生活 而是一头扎进了 农业领域进行创业 退休了之后呢 当时就认识了 我们碧江区挂植的 扶分办副主任 就给我说 他说你去做食用菌 一考察市场过后 我觉得食用菌的需求量比较大 我就试着种了一下 几年来 赵敬华一直在对香菇的种植 和生长习性进行研究 他发现 每年夏天气温达到30度之后 大棚里的香菇 便不能继续生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赵敬华的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为我是矿山子弟 我从小都在矿山长大的 对这个冻子的习性比较了解 我就想 我说这个外面的温度达到40度 那么里面的温度多少 我就拿这个温度去扯 一扯下来里面是23度 那么这个呢 就是特别适合这个香菇的生长 我就抱着试一试的 想法抱着 就把那个菌棒放了10磅进去 三四天它就出菇了 今天 考察完矿洞香菇的杨光青 召集部分村民代表 和赵敬华一起讨论 合作开发新的矿洞种植 对香菇的问题 我们目前呢 第一道那个同工晓赛 比较取的工晓赛 对我们进行支撕 推了50万现金 那么在技术大块呢 我们赵家华老师 技术也比较成熟 这个香菇到动手中的这个难 难度呢不大 因为我们把帮租好过后 你把帮摆进去 前面我都不讲了 打架子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么就像我把帮摆进去过后呢 基本上不用管理 你要管理就像呢 拆菇 把菇的这个等级分好 然后拿进入市场卖 如果你就是不愿意去卖 你可以自己交给我们 就是同一个就是 里面是有买什么东西 就是也可以拿个买 可以发明 你这个菌子 你出了过后 你有市场你可以自己买 你没的市场你就拿给我 但是你拿给我的情况下呢 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 比如说人家拿五块 你交给我就是四块五 因为呢 我的冷酷 就是我的长血 这一块我是肯定要的 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 在矿洞里种植香菇 都是一个新鲜事 投入多少收益多少 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们大家都猜得 种这个菌子的效益很好 我们老百姓都想来 承拨这个动作 像我们前期的话 那个菌宝要四块五一八 如果我们中了一万八 和几万八 那个资金量相当大 这一块就获胜 就是什么也不提供菌宝 那么老百姓呢 他一定要出一点钱 因为他没出钱 他就没得责任 出了好多钱呢 就是到时候就看 杨树基他们找个丁 我们这个可以争取 上面资金支持 争取支持 经过协商 在后续新矿洞的 开发种植过程中 赵敬华将为路纳村 提供菌宝 解决相关的种植技术 以及销售等问题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还有前期的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就是资金的投入 还有一些销售环节 这都很重要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产业 最终还是进行活着设 公司化运作 公司化的运作 公司化的管理 最终要让每个参与进来的老百姓 都要分到这个红利 路纳村四面环山 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 近年来 路纳村通过打造云花节 荷花节 建设民宿等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然而 村集体产业 一直是路纳村的薄弱环节 如果矿洞香菇产业能够做大 对路纳村而言 将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本身它就是个废弃的 放在那里的 这个是能够创作效益的 而且在我们路纳这个地方 还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大 经过多方考察和讨论之后 路纳村成立了实用郡合作社 接下来 路纳村将和赵敬华合作 计划在2022年 开发周边的30个矿洞 带领村民一起发展 冻藏香菇产业 这么多矿洞 它可以老百姓自己 去做一段 承包一段 我们现在就是采取什么模式呢 我们做棒给它 交给它使用之后 它把这个菌子生产出来之后 它不用去销售 它直接交给我们合作社 我们给它收了 目前对于合作开发新的矿洞 路纳村的村民积极性 还是很高的 不过对于前期投入 以及实际收益情况 有些村民还是有一些疑虑 为此赵敬华特意召集大家 来到矿洞实地查看香菇的掌事 昨天在这里采的 今天这里又长这么多 温度起来了 基本上到五天这个时间 它都长起来了 这个菜呢 轻轻地咬 一咬它都下了 一咬都下了 不能全体咬到几斑 咬到几斑都咬不到 还有这个一定要给它分成等级 这个是二级 还有个三级的 三级枪啊 这就是三级 这小的啊 哎呀 你看 你看 扳囊它也挤下来 不能扳过扳 你看 你看 我跟你讲 你扳过一脚 它就不得扳了是吧 是 你看看它三级菇 三级菇是非常薄的 而且它样子长得臭 注意这个问题 咱们后天开山里都是三级 你还给它们讲清楚 你看它像这种长得臭的 就是三级 这个长是蛮好的嘛 这个动作长 比它们像我一体种的都想好多 跟它做个春季体干活 它们一起啊 跟着它们做啊 就介绍好多风修来 你管着做 有可能你不动作 所以不需要这么操作啊 就没办法干 现在像它们现在东西 我们开大袋的跟着它做 我现在开着这些 长得那么好 有种气色 我们反正就跟它走 还没有去下 第一批洞藏香菇的出菇效果很理想 让赵敬华感到十分欣喜 同时也让陆辣村的村民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前景 在香菇采收的同时 赵敬华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地查看新的矿洞 为下一步的开发做准备 它觉得你看这有点水族都清出来 但是呢它又不流水 如果要是流水了 你就用不成了 所以它这个特别好 你看它整个这三个笔笔全都是水 嗯 你手可以感觉到它这个水族 水族的还有这个 我们从这点下去 你 你把这个洞都打 我肯定像这一头 百个几十万帮都没问题 这点是全部是通的 四通八道的 对于即将开发的新矿洞 赵敬华认为 非常符合香菇的生长条件 然而 想要正式在洞内种植香菇 赵敬华还面临 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矿洞生产的安全性 我了解的 就是通人拱矿 从五一年到这里开矿 到现在为止 没有出现过一次 这个塌方的现象 那么整体的 它的矿洞的这个 延层极构 是相当稳固的 矿洞是几百年前 甚至三百年的 它有些地方 还是存在安全问题 进入五月 随着气温升高 赵敬华的菌磅培养基地内 部分菌磅 开始出现损坏的情况 这让赵敬华有些着急 一个是光线强了 另一个是温度高了 高了过后 它意图的水分 蒸发不出来 但是特别要注意这个美菌 它是属于一种杂菌 要注意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更多菌磅损坏 赵敬华 必须尽快开发出新的矿洞 把菌磅放入洞内 然而 尽管赵敬华认为 矿洞的稳定性比较好 但是按照规定 想要开发矿洞 进行香菇生产 必须得到地质部门的 勘测和批准 为此 赵敬华联合陆腊村 一起邀请了当地的 地质专家来到现场 对他们即将开发的矿洞 进行实地勘察 他不是在冬至里面的 上次盘中哪个是 我们现在就是你 给我们出了地质报告的 我们敢用 这些都没用 三百号冬至了吗 嗯 这两边全部是冬至 下午我们给它 全部测量好了过后 请你们再帮我们 在面的看一下子 我把三十万 我把这个 看来啊 把这个都做了 要找个外面 就好点的一块儿 我先 对 因为 那些都做了 我把这些都做了 广州都做了 词得了 身体的温度 反而是留点 但是在顶板 还是有些雕块 因为经厂风化 像这种 所以在疫苹以后 营养的时候 你是要 正体动作 在清一面 送东西 把他清 还在后期 有条件的话 在上面这次 几乎了夹子 最好把他包裂成 上面就像一个 铁板 把它挤上 用夹子 替上去 这个全球 这下面以前是一个采抗区 但是我们不用这里 我们从这里过去 这样尽量在巷灯里面 打来采抗区的就不要利用 采抗区的地面很高 上面筷子也是很大 对对对 对于利用矿洞进行香菇生产 赵建华和陆那村 曾经多次邀请当地的地质部门 对矿洞的安全性进行现场勘测 地质专家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和相关的检测报告 相当的整体温度现在相当价好 当然在调查过程中 就是以前一些采抗扩大区也好 还是相当交济区也好 就应该是露出相当于说 有一定的小地区安全运环 相当因为它的宽度高度不大 就它整体制造的稳定性 还是比较好的 它的问题主要出在哪呢 就在顶板它有些小规模的 有些雕块 还有就是部分是属于 以前的采抗区域 它就采空近伤高度就比较大 这种它的稳定性 因为跨路也大 它自身稳定性比较差 前期的初步判断它的安全隐患 风险点在哪 给它们指出来 那也是提供一些建议 最后续的它们肯定是 还有一个规范的详细的一些过程 把它隐患解决了 它就可以做了 在得到地质专家的认可之后 赵敬华总算松了口气 矿洞香菇在规模化种植过程中 面临一系列问题 接下来 对于更加复杂的种植技术问题 赵敬华又将如何应对 目前新的矿洞正在抓紧改造 赵敬华必须赶在气温更高之前 把菌磅放入新矿洞内 2 3 4 5 6 你看打那个都才打了路程 改一下 改一下 全部要改 所有的这些都要改 你量一下这个距离20公分 那么你到现在位置 你这个好够了 26公分了 你说连组浪费空间了 这中间给它切了 切了过后加一根 在香菇菌磅基地内 有的菌磅因为温度过高 已经开始出现了损坏变质的情况 这种磅就要拿个针的给它堕了 然后这个一头这个水呢 给它流出来 如果要是没流出来 你看它要起这种黄磅 你看 这个磅这半边是转细好的 那么这一半边呢 这一半就 它这个是因为当时消毒没消耗 到时候就把这一半就给它削了 给它切断 目前 矿洞香菇所需的菌磅 全部由同仁职业技术学院的 使用菌专家 顾昌华老师的团队提供菌种 帮助赵敬华 解决了香菇种植中最大的问题 我把这个 就是我的生长条件 告诉给顾老师的团队 他就根据我的矿洞的实际情况 来给我量身定做这个菌磅 他经常就是带起他的团队 在我这里来帮我服务 给我指导这些 对赵敬华来说 尽管有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但是矿洞种植香菇 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在生产过程中 还面临很多实际问题 今天 赵敬华特意邀请同仁职业技术学院的顾昌华老师 来到陆腊村的矿洞香菇基地进行指导 你看 你看 你看都已经发霉了 这一棒很危险的 这一棒没有人说的 应该把它拿呀 二棒也拿出来了 像一个炸弹一样 你看这一棒 是这一头 这一头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拿来 用石灰水拿这一头去掉一些 拿出去的时候 不要自己拿出去 拿一个水的薄膜袋子 给它包起 因为你自己煮就包子 它就是水起流 一动一云动 它就什么一流通 包子就是实时传播 这拿过来看到以后也就是出来掉 那后来给它装夹的 还有帮给它剪了 成机型骨了 像这种呢 也及时给它采了 及时给它把它采了 因为它不采了 在墙子中它就好运一样 在大量出锅的时候 这里面一定不能去养 要通风 对 这个地方就是通风口 通风口 但是它不追究 就是想办法让它回应就是最好 否则它就要出现机型骨 或者菌品就要拿藏 经过专家查看 发现目前矿洞香菇 在种植过程中 还存在诸如菌磅变质 通风不畅 香菇畸形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赵金华 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 利用它的优势在里面来进行出锅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以大大的势力 从目前看来讲 这个香菇它的品质也还不错 当然也还有一些什么不足 这个不足到后期要进行什么改善 现在路纳村的新矿洞正在紧锣密谷的开发建设当中 一个月后 这些香菇菌磅将被放入新开发的矿洞内 未来 赵建华将和路纳村的村民一起 继续开发新的矿洞 实现矿洞香菇的产业化发展 今年就是准备投入100万磅 我们自己做20万磅 那么80万磅就是拿个村民做 因为我是这个矿山长大的 也就是云长平土生土长的 把这个带动他们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欢迎收看由政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